天呐,蝎子的尾巴就让释放出了毒液 最后还是沦为虎鱼龙鱼的负重餐 今天种了一些有毒的蝎子 准备给龙鱼加个餐 这些家伙可就厉害了 各顶各的充满了攻击性 来吧,让我们打开盒子 近距离接触一下 这一开盖子,就一股杀气 永远扑来 这一只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这些家伙是半人工养殖的 所以本身还带有野性 来来来,再来看看盒子另一角的这几只 这些家伙该说不说的 树皮底下还有 哎呦我的妈呀,这啥情况 这蝎子,就算释放出了毒液 这毒液是一种浑浊性的浅白色液体 这要是注入对手体内 怎么着也得来个非死忌残是吧 现在先把树皮拿出来 如果把这后的毒液 给旁边的独比亚吃掉 会怎么样呢 哎呦,好嘛 小家伙还挺凶的 用镊子给它夹住 就让还用尾巴上的毒针不停地攻击我 这几个家伙没一个手有的动 角落旁边的这只独行侠 也不是个善杀 这本真是啪啪地 往我捏得上甩呀 本想把这家伙发过来观察一下 可是奈何反应太激烈 后来好不容易才可以搬了过来 但是总感觉这家伙 像是只怀孕的母蝎子 有没有懂行的小伙伴 快点跟我说说 我猜的对不对呀 于是我就挑选了这条 黑背小巧惊战的 这家伙一出来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哎呦的 一看这伙也不是个傻好玩意儿 跟我说大哥 你这是哪里跑 乖乖待着 让我好好看看你 咱们这种蝎子 跟黑甲雨林歇是完全不一样 这种体型小 颜色浅 而且伪真部分 有一丢丢的毒性 你看你看 又想跑 哎呦和 大哥别闹 小心被马洪迅把你给烤了 赶紧的出来 还好给这货搞得出来 不差万一跑丢了 那可就麻烦了 为了龙鱼的安全 吃之前 先给他把伪真的毒囊 跟浅的处理一下 OK 差不多就这样了 现在给咱们大银龙吃 那就好得很了 龙鱼缸准备换点水 解禁蛇零龙的状态 也在慢慢的恢复 咱们的小狠看我带来了吃的 显得有点兴奋 而大银龙这家伙 就比较淡妞多了 好像对这个蝎子 多少有点不感兴趣 来吧兄弟们 来好吃的了 这蝎子一入缸 咱们的黑虎 车溜一下就给吐了进去 好嘛 这就吃掉了 呀呀呀 哎呦喂 咋还给吐了呢 直接上演了一幕 蝎的大堂王 小灰姐姐的又来了以后 不过好像有点害怕 立马又给吐了出来 大银龙上来瞅着一眼 爱打不理的走了 哎咱们的蝎子 好像就这么的溺水了 呀乐 咱们的银龙 冒着对这个蝎子 很感兴趣 小黑虎我估计 是对蝎子彻底的打错了 现在心里想吃 但是身体很充实的不敢动 而上层的大银龙 虽然一副很淡静的模样 但是这祸心里 估计已经馋得不行了 我说大哥 我真心建议你多吃点 这样就你的兜嘴 还有发色 会很有好处的 感谢观看